我和你在一起 你永远只考虑自己的感受 感觉你才是一个 需要实时照顾的小女生 你的脾气真的太急了 我就像是你的情绪垃圾桶 一言不合 你就要跟我大吵大闹提分手 这样能不伤害我们的感情吗 你对我从来都没有真正用心过 甚至很多时候 我还没有一个外人对你重要 我丝毫感受不到一个男朋友的责任和担当 面对未来 我们有着完全不同的打算 这样的爱情真的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 也让我感觉越来越迷茫 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小杨22岁来自北京学生有请 小赵22岁来自四川学生有请 欢迎两位同班同学是吧 是的 啥专业啊 我们是细文专业 跟你一个专业嘛 对 跟我一个专业 细文跟你一个专业嘛 对 哎呀 你们这个专业好浪漫啊 谈恋爱啊 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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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干正事好吗 不是 我的意思不是在谈恋爱 是谈啊 谈啊 笑友就谈在一起了 同班同学应该挺好的呀 就是因为我们同班 所以产生了很多矛盾 哦 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假精致的一个男的 他平常比女孩都还喜欢护肤 护肤我不说你什么 但关键是你护肤品 你买了一套 你接着买很多套 剩下的他就不再用了 你说你这是不是浪费 我觉得女生能护肤 咱男生也护肤也很正常嘛 对吧 我就敢双十一双十二 我就多买了点 然后用了大概半年左右吧 我觉得可能效果没那么高了 然后后面还有一些没有拆封的 我就说要不我就给他卖了得了 可能就稍微就亏那么一点 你以高价钱买了 然后你以低价钱卖出去 这不是亏本的买卖吗 而且咱们出去吃饭的时候 按理说就是摆盘 你管他摆得好不好看 你吃就得了呗 你看到那个摆盘他摆得不好看 他就不吃了 环境也是 环境稍微不好了 他就觉得这家餐厅不行 公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你说他这个环境和摆盘 我是消费者对不对 我去消费 主持人您说我去消费了 那我是不是得吃得开心 对对对 在我的眼里 你就是在鸡蛋里面挑骨头 大家都住得关寝室 他住不关 他搬出去吧 你说你一个人住 你住那么大一个房子干嘛 住个二十一厅 我给你留的 有时候晚上你万一晚点来 那你看我是不是让他有个地儿住 要不回去老敲宿着阿姨们 也不合适 他说是为我准备的 其实我一次都没去过他呢 我觉得倒是你是为你那些 狐朋狗友准备的 就是喝酒什么的 全都在他家里边 还有就是他对吃的也特别执着 就咱们不是南方没有芝麻酱吗 他为了吃芝麻酱 就非要从成都飞到北京 这个事就渊源了 因为我想我在成都 可能99%的时间都陪他吃 他想吃的 有时候咱们看舌家上的中国 然后看一些节目 就看这芝麻酱 越看越想吃 越看越想吃 然后我老朋友也在北京 说要不你回来 咱们一起吃点 我就说给他来一个 说走就走的旅行 跟他一起去 然后死活不去 当时还跟我吵了一架 那我没办法 我朋友都在那等我 硬着头皮也只能去了